好 那崔飛老師 然後你說另外一個是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有一個朋友 他也是被收養的小孩 那他原來原生家庭 是因為家境很辛苦 很辛苦 不得已才把這個小孩 送給其他一個很有愛 很有愛的父母 然後就是領養他們 然後收養他們 然後他從小就知道自己是被出養 就是被收養的小孩 所以他心理上的衝擊 沒有那麼大 然後在過程當中 他覺得自己很幸福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 他的養父生病 後來就過世 可是這時候他的養母 非常非常的悲痛 他沒有說我也養不起你們 這時候他的養母 我突然就跟他講說 還好有你 不然我真的走不下去 我太難過了 還好有你在 他的重要性 對 然後他就會跟他講說 你如果沒有你 我真的就走不下去 然後在同一個時期 他的原來的家裡 不是很窮困嗎 極度的窮困 可是這時候剛好在這個轉折點 他原生家庭變得飛黃騰達 變得很有錢 然後變得整個家境都變得非常的好 然後不就是逆轉了嗎 那逆轉了之後 這個他原生家庭曾經有想過 要把這個孩子帶回來 因為我送出養出去 就是因為我家裡不好嘛 過得不好 那現在他又過得不好 我是不是要把他收回來 可是這時候 因為他那個原生家 那個收養的媽媽 就是已經真的撐不下去了 沒有這個小孩不行了 所以他還是說我很想把你收回來 就是帶你回來 但是因為看到那個養母的狀況 真的沒辦法把他帶回來 因為人家當時也是 就是幫你養小孩 然後對這個小孩真的非常的好 投注非常多的心力 他就跟這小孩說 我很想把你帶回來 可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會用很多金錢 去補償這個小孩 因為你現在就是 你們現在的狀況比較不好過 我就用錢去補償你 可是最後這個小孩的心裡 他就覺得自己很不吉祥 因為他覺得他去了誰的家庭 那個家庭就會遭逢變故 然後就會變得很悲 就很悲傷 對 他就會覺得自己很不吉祥 然後他就覺得他對這個養母 覺得很愧對 所以他很多心情都很悲傷 雖然他覺得兩邊都愛他 可是那個心情上 那你剛剛有講說不要太早講 不要太晚講 那多大要講 其實我覺得最好是自己找一個時機點 要跟孩子的成熟度有關 如果在一個好的成熟度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些事情可能會對你影響很大 那如果對你衝擊很大 我們再來看怎麼樣的來調整 調適那樣子 然後自己跟他說 不要讓他從自己不小心看到 或者是說從別人的口中 不小心講出來 如果都不知道乾脆就別講 我真心覺得 對 都別講 他弟弟是三四十歲知道 也是沒辦法接 三四十歲知道也是沒辦法接 但是我會跟你說很難 那不可能啦 那戶肌成本都記錄得清清楚楚 包括那個養父